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一些政治笑话 目书还记得几个 算是对此了解一二 那就说两个 大家一块看看 一 伯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因为长期没有什么像一二的政治改变 导致苏联政局开始走向僵化 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号大喜功 给自己颁发了无数勋章 出去视察时都挂在身上 满身挂满奖章 几乎都是自己颁给自己的 这让老百姓暗地 偷笑 而伯列日涅夫本人 已经和老百姓距离很远了 他不清楚社会舆论 有的人看到他还大摇大摆 挂酒满身勋章 到处视察和演讲 就骂了句伯列日涅夫是傻子 结果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他表示抗议 说自己就算侮辱别人吧 按照苏联法律这个罪名最高是两年徒刑 怎么能终身监禁呢 法官淡定的说 你陷入了国家机密 苏联时代的阅兵 和生活一样 都是整齐换衣的二 问 亚当和夏娃是哪国人 答 他们没衣服穿 只能一起吃一个苹果 但是拒绝到自己活在天堂里 答案当然是苏联人 另外 有一次和波兰使馆的朋友聊天时 对方提到了苏联时代 对波兰的统治 让很多波兰人很怨恨 也有类似的笑话传出来 比如 一个波兰农村的文盲老太太 看到大街上贴着很多同样的人像照片 就开心的对别人说 这个人长得真像自己的侄子 别人听到后很害怕 把他拉到一边去 小声告诫他说 这是斯大林 苏联伟大的领导者 不是你的侄子 证明老太太说 为啥满大街都贴他的照片 他干什么事了 这人说 他把纳粹德国赶跑了 解放了我们 这个老太太于是急切的问 这么厉害 那就他也把俄国人给赶走吧 前苏联伯列日涅夫去穿美国总统福特的大一骑实木书看来 这些笑话不仅仅是笑话 而类似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称语或者称谣 当时在封建社会 没有什么社交媒体 人际传播是最重要的传播方式 一些对统治者不满的人 就通过翻步谣言来给王朝统治师加影响 再加上当时的人一般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对这些神秘谣言都是做事预言 很容易相信 另外一些谣言通过小孩子同流的方式传播 就形成了古代很奇特的镇与文化 最出名的比如秦朝八河道 挖出一块大石头写着王写者湖 当时以为是北方湖人了 就开始在规模修长城 还有什么农民起义也装神弄鬼 比如起义时 也是挖出一块河里的石头 写着苍天已死 皇天倒立 碎在甲子 天下大吉 用这种东西为他的起义制造舆论 苏联的政治笑话本质上 确实如CIA所言 也是一种对社会不满的反应 在高压统治下 老百姓不敢公开说 就用笑话来言于时局 里面无疑充满着反对 甚至希望结束的社会现实 至于我们古代封电社会的称语作用类似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此外 穆树也认为 美国的情报机构 对这些苏联政治笑话的传播 起到了推波阻拦的作用 甚至一些笑话可能就是他们制造的 这种冷战时期的舆论 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比如美国资助的资源欧洲电台 就曾在固定时段 给东欧和苏联广播 时来播出这些笑话 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人畜无害的文艺节目 但实际上应该算是和平演变的一部分吧